當然是打假的,因為他必須要做給人家看 但是他黃偉強已經做好了 也就是說他這幾年裡面很清楚的 聽話的是升官 不聽話的不是扁,會民生暗將 所以我就講說這些大部分的法律人看起來也是很鬧 或者就是說違理是圖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你知道我們都一直疑點衝 就是說他那個東西到底是哪裡來的 是誰仲介的 然後這個是不是有發國難財等等這些東西 那甚至於我們說 當時外交部還在幫他講話 到郵方等等 那當然其實那些都是空的啊 所以我們講說現在其實最大的照片集團 應該就是樓市港政府吧 我一直認為從宇昌到現在就是一點重重 你看他一直在講所謂的生計 未來新的一個產業對不對 那這裡面呢 我會覺得都是一夥的啦 也就是說從中研院那邊 那我們看到就是說 只有少數幾位出來敢講話以外嘛 OK 曾佩澤吧 OK 那其他人大概都是一種利益共同體啦 那我只能講說是一個事文少數啦 也就是說知識分子應該就是站在國家的這樣子的立場 全民的利益才講啊 但是他們現在講就是講忌轉嘛 OK 然後就是這個樣子 也就是為了利益而已嘛 甚至呢 用國家的利益來勾結在一起啦 好 其實他很丟臉的啦 這個理由就有點像是當時是巴標啊 好 那葉菊來說是這個政安榮公文給他的啦 好 那誰都知道是有人流出來的 同樣的這個股票這些東西 一定是圈內人裡面抱來抱去的嘛 啊他已經也是高級知識分子 他會有那麼無辜嗎 好 不要欺騙社會了啦 好嗎 你這麼重要的事情 竟然是用所謂的命理師嗎 用拐筊嗎 可以這樣 完全是胡說八道啦 他以為在騙老百姓嘛 我跟你講那種謊話講的 葉路走多都會碰到鬼啦 不要以為就是說 整個司法界都是他們的老師 學長學弟學妹可以一手遮天啊 我跟大家講啦 這是不要臉啦 我跟你講日本時代的時候 或者被殖民地 大家都喜歡 都念法律 不是喜歡念法律 是要被殖民者幫弱勢者講話才對啊 但是呢如果戰後的時候 威權時代頂對是說我們念律師 念法律的是幫生意人有錢人講話 那也是無可後虧啊 但是現在呢 念法律是為了要取得正前 取得權利 取得利益啦 不要臉到極點 你們上上下下 你們是怎麼教出來的啊 OK 有愧於你們這些 坦白講 不要臉到極點 我怎麼這樣講啊